歡迎收看房子關鍵報報 歡迎收看房子關鍵報報 我是李吉坤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是 捷運宅 台北捷運交通相當發達 不少人在購置房產時 都會選擇捷運附近的住宅進行購置 那麼捷運宅的定義究竟是如何呢? 多數人認為捷運宅的定義 走路十分鐘就是極限了 而房子專家實位則說明 捷運附近500公尺內的住宅 皆通稱為捷運宅 捷運宅又可分為一般捷運宅與捷運共購宅 共購宅是指住宅大樓 與捷運設施的結構相連接 如車站出口、大堤城、轉乘設施及機場用地等 也就是捷運就在住宅大樓正下方或中間樓層 業者銷售時常會強調到站及到家 實位指出 捷運共購宅地底下或低樓層有捷運通過 雖然強要結構安全 不過捷運行駛時還是有震動感 加上捷運穿過地下無法興建停車位 開車族必須命找車位 而專家還指出買一般捷運宅 千萬不可買在這個位置上 否則可是會相當頭痛的喔 會在捷運站旁的捷運宅 雖然走到捷運站非常近 不過捷運地牌的住宅不但有車輛 到因捷運站的人潮、廣播聲、車廂進站聲等 都相當老人 建議可購買捷運站旁第2、3牌停宅 方便又具有一般技術 接著我們來看到今天的精選新聞 全台首座獨仇園區即將開工了 而地點會在台中 台中市府向中央爭取工程經費5億元 並投入總預算14億5195萬元 打造全台首座獨仇園區 在建設局努力搖標下順利於 11月11號平選獨優質工程團隊 獨仇園區即將動工 預計於114年低緩工 建設局長陳大田表示 台中市獨仇運動休閒園區坐落於 南屯區一峰路三段 及龍戶九路交會處 環宮後可串聯 既有西屯超馬足球場 帶動台中市獨仇運動風氣 再來看到台中捷運綠線去年通車後 正式成為了捷運城市 台中同時推動了綠線延伸、機場捷運、 藍線延伸太平、屯區捷運環狀線等可行性研究 目前這一峰道中央進行審查 進度持續穩定向前推進 後續將在整體路網架構下 主步推動及完成各路線 交通局長葉昭胡指出 台中市的捷運發展願景 將從捷運綠線單一路線 主步推動成 與藍線交會形成的十字路網 並接續與機場捷運構成雙十字軸線 建構出台中捷運系統補班後 打造四通八達的捷運路網 最後來關注到 過去多數人認為鐵道危險物設施 不過現今氛圍似乎已現反轉 根據房仲業者統計實價登陸發現 六都之中有不少鐵道在年漲幅超過一成 永慶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陳金平表示 原本鐵道兩側商圈、生活圈受切割 各自發展 不過就在台鐵、地下化、高家化等 鐵道立體化建設後 讓都市縫合效應發酵 不僅居住氛圍瞬間翻轉 車站周邊都市景觀 交通機能也向上提升 因此車站周邊交易量增 房價也過不成 接著來看到今天的買房 賣房 我想問有沒有要提問 首購族購買預售套房 可以貸款三十年 並搭配七成的方案嗎 對此有網友回應 購物者的年齡加貸款年限不得超過75 也就是說年齡不超過45歲就可以有機會貸到30年 還有一些銀行可貸到40年的呢 對此有網友回應 購物者的年齡加貸款年限不得超過75 也就是說年齡不超過45歲就有機會可貸到30年 還有一些銀行可貸到40年的 還有人表示其實還是要看房屋定點 跟貸款人的財力條件 如果你買的是套房 通常最好都只能在七成 還得是在市區坪數超過15坪的大套房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別忘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